新聞出生要帶觀眾朋友來關心來自嘉義官的好消息 2012年積斯四顆甘味競賽冠軍在嘉義 嘉義官今年參加專攻積斯四顆甘味競賽 包括拿下冠軍、貴軍、家族 總共有三分之一的獎項 管理政法官也特別贈王冠軍得主王文勝的家 來帶海報向鄉民報喜 並且俄羅六個鄉是四顆甘味一鄉 一聽到嘉義官的農民在到全國設施小番茄的比賽冠軍 本來劉官的政法官農民處理大紅袋 向農民王文勝加勉強氣 因為全國有79組農民參加競賽 包括冠軍和三位第三名 以及七位家族的中行都被嘉義官的農民包班拿下 小番茄要種到這樣子都是要設施農業 而且他過去六年前還在台北做事 現在年輕人返鄉來從事精緻農業 品牌農業 昨天一得到冠軍 他所有的番茄全部賣光光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講說 21世紀農業就是要走品牌農業 走設施農業 要優質認證 就是這樣的道理 其實這一次小果番茄的大贏家就是在嘉義縣 而且嘉義縣的大贏家就在六角鄉 我們一共嘉義縣得到冠軍一個三個季軍七個佳作 幾乎南瓜所有的大獎 我們在乎是應該是每一個人都有法度做夠的事 但是我們要用心 這次冠軍實在 我感到 真的很感謝所有的平心 我負責的單位 讓我有這個殊榮 讓我得到這個冠軍 李空一里 健康優質設施小番茄 競賽事由農委會台南区農業改良頂主辦 各位長官在農業處長林良茂 六角鄉榮會總監書擔憂文頂南北董 致奉著歐文成的歌憲 實在了解 射世財部的進行 也感謝六角鄉榮會 用心的福德 尊敬康優鴻 六角鄉 蔡鳳報道